但是你一想嘛,他编的似乎还有点道理,就是比较,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第二代领导人,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先说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报告主席,大事报,出什么事了,美国轰炸了我南联盟大使馆,报, 去看一看,我们的导弹库里,换有多少颗导弹,报告主席,我们的导弹库里,还有两百颗导弹,大,都搭出去,就说是我毛泽东上搭底,一切反董台,导屎之老户, 这是毛主席,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报告小平同志,大事报,小平同志正在打桥牌,出什么事了,美国轰炸了我南联盟大使馆, 去看一看,我们的导弹库里,还有多少颗导弹,报告小平同志,我们导弹库里,还有两百颗导弹,两百颗,两百颗, 让我考虑一下,写发出去四三颗,看一看,走边地区的国家都有什么反应,如果走边地区哪些国家没有什么反应,再把一切的导弹都发出去, 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报告江主席,大事报,出什么事了,美国轰炸了我南联盟大使馆,不要, 千万不要烂,千万不要烂,去看一看我们的导弹库里,还有多只颗导弹, 报告江主,我们的导弹库里还有两百颗导弹,不要烂,要严防使守,我们一定要严防使守, idente妳們是紧 밖에嗎 但是那位門下的問題呀 那麼英文 啊 是不是不是 история 也就是彼此 teilweise sec unconscious 明顯能不能夠達成缺陷上 甚至是不能夠了解 使用武衣部 破壞了 政治發展 我真的是普通話 希望你們都聽得懂 真的好不好 我們要做主人去平子在江湖 我不願做努力的今年的氣象 我們需要先做將的香 我們要做主人去平子在江湖 我不願做努力的今宴氣象 提攘 提攘 不重的重量 同時們 同時們 卖打出力量 看过去天下的幸福 天安 天安 国防生长 皇上们 皇上们 卖打出力量 看过去天下的幸福 我也唱两句金句 这个戏就是说风说电 但roy。 训练 看着我 你 我 作詞作曲 李宗盛 在我们不久之前,我去传织曲阿罗哈罗伊的天堂,请收场之论,也好。 在大风大浪中搓击,今天,江泽民主席唱游太平洋,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洋里,敞开中国人开放多大的心怀,在潮起潮涌的大海中,竖起当代中国, 自信坚毅的心态。 观察这种,方线就是,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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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 commitment. 没有,没有,没有。 问茂德兰。 同学们,大家起来,地后系天下的心,望,听吧,满耳飾大众的折扇,看吧,也念念过土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利与中日友好的事 要积尽全力去做 不利与中日友好的事 绝不要去做 在今年 聚集到了烟啊 有些总之是打了一个地铁专车来的 相当奢侈 从我河北省 我看有一点我想可以说明的 我们还是要就一个中国 我想关于一个中国的问题啊 不需要做许多很复杂的语言 双方几十年没有见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出境 海峡两岸 能够走着呢 进行统一 我们的语言是很清楚 就是 叫和平统一 一国两岂 我代表 这从某种程度上 证明了这里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 我作为一个老众识 我今天还可以很自豪地说 我是你们的众识 但以未来的历史定位也不好讲 我对此表示谨慎的乐观 所以我希望 我单独敬一下贺老师 我希望你嘴下留情话 哈哈哈哈 Lady就听着懂 真的鸿鸿鸿 好 好 好 三国 他在ence來 对落盛天下的心窗 对抗 万万是大农的街上 荒拜 一年也多互也尊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мир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достигнут силы, тем боле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ддержан с помощью военных блоков. Разрушен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баланса. Редактор субтитров А.Семкин Корректор А.Кулакова Редактор субтитров А.Семкин Корректор А.Кулакова 你吃老虎 都是毛主席 第二个领导人邓小平 报告小平同志 大事不好 小平同志正在打桥牌 什么 出什么 美国轰炸老南联盟大使馆 哦 去开航 我们的导弹库里 还有多少个导弹 两百个导弹 两百个 让我考虑一下 先发出去四三颗 看一看走边地区的国家 都有什么反应 如果走边地区哪些国家 没有什么反应 再把一切的导弹都发出去 第二代 第三代领导人江生民 报告江主席 大事报告小平同志 出什么事了 美国轰炸了我南联盟大使馆 不要慌 千万不要慌 去开一看我们的导弹库里 还有多这颗导弹 报告江主 我们的导弹库里还有两百个导弹 不要慌 要严防使手 我们一定要严防使手 我们一定要严防使手 好 你们 喜欢的西方基本 好吧 但是呢问了问题的问题 但是你一想吧 他编的似乎还 有点 有点道理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你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 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 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主席 先说第一代领导人 毛主席 报告主席 大事报 出什么事了 美国轰炸了我南联盟大使馆 报 去看一看 我们的导弹库里 换有多少颗导弹 报告主席 我们的导弹库里 还有两百个导弹 大 都搭出去 就说是我毛泽东上搭底 一切